这个男人曾是个传奇特工 他为国效力 无数次出入生死边缘 但十年前他忽然叛逃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人想知道为什么 这天他跟一名军情六处的官员见面 对方卖给他一份 关于全球情报机构的黑料 条件是男人不再找他麻烦 男人答应了 可下一秒 官员在车内被爆头 一伙神秘势力杀来 男人镇定逃跑 他在厕所三拳两脚解决杀手 接着出门时 他花钱跟一名嫖客兑换衣服 嫖客出门后被一枪击杀 男人趁机撤退 他混入游行人群不断躲避杀手 接着杀手即将追上时 他零轰起枪 受惊的人群立刻往反方向跑去 阻挡了杀手的视线 男人继续逃离 可就在一个十字路口时 他发现所有道路都被杀手拦死了 无奈之下 他走进了对面的美国大使馆 这个菜鸟特工叫做健健 作为南非某栋安全屋的看守 他每天都无聊到爆炸 他打电话给上司 希望能获得点实战经验 结果下一秒 被美国大使馆捕获的男人送来了 在这里 中情局的人用水行折磨男人 渐渐有点吓到 不过这合法吗 不过几个老鸟完全不鸟谈 紧接着杀手突然袭来 他们强行攻破安全屋 跟老鸟们展开枪战 渐渐紧张得不行 拿着枪守候在男人旁边 最后当所有老鸟都被击杀时 他忍不住了 他带着男人跑路 把对方塞进后备箱就开始飙车 杀手紧追不舍 一路上子弹像暴雨般袭来 渐渐疯狂飘移 双方在公路上展开激烈战斗 渐渐强人紧张 一咬牙冲出路障 杀手被诱导撞了上去 渐渐得以逃脱 这两个男人趁着夜色前往体育馆 不过他们不是去看比赛的 为了伪装两人身份 特工渐渐用一条毛巾盖住男人手铐 他带着男人汇入人群 找到一个储物柜后 他拿到了一个GPS设备 里面标着最近的一处安全屋 他拉上男人正要出发 忽然男人双手扔掉毛巾 用南非语言惊慌的大喊起来 警察们看到后以为男人被绑架 马上举枪对准两人 渐渐百般解释 可还是被押进了警局 而男人被送进医务室后 直接打运工作人员 伪装成守卫溜了出去 渐渐一边也迅速行动 他放倒几名警察 拿了对方的对讲机后 他引开管内的警察 自己则紧追上男人 可正掏出枪 管外的一名警察发现了他 对峙之下渐渐慌张地击倒对方 他有点内疚 却没办法停留 他继续去追男人 却正好中了男人埋伏 男人瞬间放倒他 他告诉渐渐 他为之拼命的政府 其实根本没那么光明 那些来追杀男人的杀手 十有八九就是CIA里的内奸派的 他们会找个理由除掉男人 然后把渐渐贴出局当成背锅者 说完他往渐渐耳边开了一枪 接着便溜之大吉 另一边在CIA会议室中 得知男人逃跑的主管门 争锋相对起来 有人认为渐渐是内奸 也有人认为他只是能力不足 渐渐的上司很生气 他十分认可渐渐 觉得内奸是另有欺人 可刚说完 渐渐就打了电话过来 局长告诉他 现在其他不用接手了 下面的操作由CIA自己负责 渐渐只需要等待听证会就可以 听到这里 渐渐感觉有点不妙 男人之前警告他的话 让他心神不宁 于是他违抗命令 继续追踪男人 他来到网咖 登陆CIA数据系统 发现男人正在一个 做假证的朋友家躲避 他迅速赶过去 可非常巧的是 杀手也正好赶到了 三方展开枪战 男人在屋顶疯狂及时 他一边躲避 一边开火还击 千军一发之时 渐渐驾车冲来 他救下男人 一脚油门就飞了出去 可下一秒 杀手的车猛撞过来 两人头晕眼花 逃出车后 他们溜进一栋公寓 几名杀手紧跟而上 渐渐和男人 各自与他们展开搏斗 中途渐渐制服了一名杀手 他凶狠地折磨对方 对方被逼无奈 说出他们的雇主就是CIA 这两个男人 筋疲力竭地倒在药房里 其中一个男人 在刚才的搏斗中受了枪伤 渐渐渐撞 立马帮他进行爆炸 男人看出他有心事 他表示 他明白渐渐的感受 想当年 他也对情报工作 怀有一腔热血 但在一次行动中 仅仅为了帮CIA 掩盖一起谋杀 他被迫杀了一个平民 自此之后 他无法再继续忍受这份工作 他不仅选择隐退 而且还把CIA内部的黑料 到处贩卖曝光 因此他受到CIA的追杀 渐渐听后陷入沉思 他对男人稍微放下戒心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选择把男人 带到新安全屋 把他靠在水管上 可就在渐渐思考人生时 新安全屋的开手 突然展开攻击 原来他也是CIA里内奸的手下 他打算除掉渐渐 把现场围造成 男人和渐渐内斗的痕迹 渐渐奋力反击 两人拳拳倒肉 一阵血腥的厮杀后 渐渐艰难的杀死了对方 但他的身体也受到了严重刺伤 他打开男人镣铐 可正打算跟男人一起逃离 下一秒却伤势过重 晕了过去 醒来后 渐渐发现自己的上司坐在旁边 他告诉渐渐真相 原来他就是CIA里的内奸 因为男人掌握了CIA里 太多人的丑闻证据 他必须先下手为强 为此他已经杀掉了一名探员 当作背锅人 而由于他十分器重渐渐 所以希望渐渐能跟他一起干 可这时枪声响起 男人突然杀了出来 他三下五除二干掉了杀手们 但还是中了上司一冷枪 上司开心地大叫 可下一秒 渐渐一枪崩掉了他 他赶紧爬到男人身边 此时的男人已经快不行了 临终前 他把手里的政府黑料递给渐渐 他流着泪 说渐渐一定能比他当个更好的人 渐渐很难过 他含泪接下 随后男人便很快咽了气 事后渐渐回到了CIA总部 他隐瞒了事实 没有在报告中指出政府黑料的去向 局长有点怀疑 他暗示渐渐 无论谁手里拿着那个黑料 他的下场都会很不好看 渐渐假称自己会继续追查 但接着他反手就把黑料发给了媒体 一时间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所有情报机构里的不干净人士 都被扯了出来 其中也包括局长 最后渐渐独自来到异国他乡 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藏身之所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